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徐少华 律政司說的《奪》字很暴力 那我們奪加上命 不就更暴力?隨時可以抓 但說暴力,你救這個政府暴力? 那歲人的血汗金錢 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知奪去 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議員 議席又被他暴力奪去 我們香港人連尊嚴都被他奪去 那現在究竟誰奪哪個命? 逢星期二晚八點鐘 奪命鬧鬆 衝奪香港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大說 現在Youtube的朋友可能在看我們的奪命鬧鬆 在Facebook Live已經開始了 現在Youtube應該正在錄影 我們就像上次一樣 因為陶哥能來到後帶協我們 逢星期二是不能連線的 我懷疑因為兩會期間 以為所有黑客都停止工作 誰知道原來不是 又敵另類黑客 可能以為兩會期間我們有什麼搞作 怕我們討論 最差的是你們兩個 上個星期說修憲問題 他沒有犯我 你跟那個 我星期五說了 我不知道你星期二說了 不過我星期五又說了 所以我猜就是他以為我們今晚一定說修憲 我們就偏不說 希望他快點可以讓我們連線 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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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支持修憲的 你跟陳雲那條水 我相信他千秋萬代 你真聰明 你真聰明 做多些壞事就對了 快點下台 有的 我也支持 因為他修憲之後 那些貪官唯有進地一步 你可以玩死我一輩子 我沒得報報仇 你來搞我 我就唯有跟你死過 上次我集中也有說 權力平衡實行 所有反對勢力和繼承人會出現問題 是沒有人可以繼承的 所以這次我覺得 集帝一手把本來已經平衡的權力的情況 一手打破 以這個修憲 打破得很厲害 所以好像你所說 港狗入窮項 我覺得現在 我覺得他會報巴爾巴喬夫後塵 一手摧毀自己的共產黨 會不會這就是他的計劃 可能是的 你問我 他永續執政 你說不說的 他不會這麼說 我給他一招 你永續執政之後 一個條件 就是真的學普京 解散共產黨 然後民選上台 這樣的話 就真的是永續執政 因為你有民意授權的話 當然那個是假選舉 現在你說真的 你看現在兩會期間 還哪有共產黨 哪有 只有一個集大大 你看到其他人根本 連上前跟他握手都不敢 大哥 那個氣場很厲害 只有一個氣場那麼厲害 我想跳跳虎也要彈開 小熊維尼一走過 所有蜜蜂、跳跳虎 全部都要彈開 不要說了 否則我們永遠都練不到線 不只星期二 一輩子都練不到線 你同意我的立場 支持修憲 支持習大大 這些跟婦人媒體一樣 叫做焦土政策 是 就是與其是這樣的話 不如讓他去到谷底 去到谷底的話 就永續執政 只有兩邊說 凡事有兩面 我們經常都是這樣 這個節目都說 我們很持平 就是說 凡事就不要這麼快放棄 一個局勢 特別是政局 說真的 現在這次習弟修憲 他始終有兩面 一面就好像看起來 哇 他大權在握 也是最脆弱的事 也是最脆弱的事 因為他的反對勢力 會集結起來 就不會逐個逐個被他淹 所以我就覺得他好 繼續做 做多些這些事情 拉多些維權人士 打擊多些維權運動 高壓手段 這些有低端人口 那些有低端人口 不斷地逼他們走 就下台了 國內與香港的拆鞋文化 會更加推到極致 更加推到極致 港區人大講人話 林建岳 葉國堅 荒謬絕倫的說話 會陸續出台 因為到人大正式修憲那一刻 現在政協只是吹水廢話 到人大開會 那些港區人大一定會爭相表態 就是說這個永續執政 清帝怎樣對中國好 因為現在沒有不表態的權利 現在中國是沒有不表態的權利 還有現在很噁心 那更加容易令到一般的民眾 反省到這套東西 會不會成功的 還有我的不滿是會累積 矛盾也會累積 我覺得是未必的 因為始終很多人說 這是一個復辟帝制的問題 我覺得不是那麼簡單 那是一個中國民粹主義抬頭 留意一下意大利大選 這個禮拜 結果也是所謂的 The Friday Movement 星期五 那個陣線 拿到單一議席最多的 其實他就是反建制的民粹主義 整個歐洲都是民粹 Donald Trump是最大的民粹 普京是 埃爾多安是 脫鉤也是 誰 脫鉤也是 其實我覺得習近平也是 他直接掃諸於群眾 而共產黨是代表一個精英 你想想大陸的反建制 就是反黨組織 他現在一腳踏開他 所以我說這個民粹 他有時間去玩 他只要控制著媒體 控制著軍隊 兩樣東西 他就可以 不斷因應這個形勢改變 去增加他的政治籌碼 那時候世良你都說過 我記得你寫過篇文在報紙 你說這個新的民粹主義 其實捲直的浪潮 就是菲律賓的杜特伊特 全部都是 Donald Trump 現在意大利 奧地利 荷蘭 整個歐洲 瑞士人民黨 法國民族陣線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極右那些 就是銷售民粹 聽到很開心 反伊斯蘭 總之一句都說完 陶傑取向 封了墨西哥圍牆 還要對方付錢 支持性別歧視 反對大愛包容 這些就是右翼民粹 這是全球現象 所以我覺得 陶傑的節目受歡迎 是有基本因素 所以很多人看不明白 春節晚會中央台的春晚 為什麼會搞一個大陸佬扮黑人 還有搞一個猴子出來取笑非洲人 這個就是民粹 就是中國的民粹 精英就說他們政治不正確 對不對 我們擦黑的臉扮黑人 是政治不正確 但是你對群眾 就像大陸的大媽來講 笑到滾在那裡 整大個臉 然後油黑的臉 他們都不知道覺得很過癮 所以我就說這個大陸民粹 如果習近平操作得好 其實可以有段時間去玩 我覺得 這麼糟糕 他是一種反精英 但是 誠李桂然就糟糕 說另一面 我們剛才說 你現在習近平永續經營之後 港狗入窮巷 還有另一件事 你過去習近平反腐之名 獲得民望 是不是 你都獲得民望 就算你的政敵也好 我用什麼理由來反你 我只可以政變 我只可以政變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你修憲之後 你看到我們說 民間的反應如何 民間的反應是差的 我的意思是 國內的知識分子也是 出聲了 國外的民運分子 出聲 現在問題是 習總究竟是不是 已經真的可以 擺平了國方勢力呢 否則 這是給了他的反對勢力 一個很好的理由 反抗 反抗 為什麼 你現在是復辟的 很簡單 我舉了一個例子 我不知道有沒有在節目裡說過 其中有一個將軍 都是上將的 羅瑜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羅瑞卿的兒子 自殺死了 那個解降軍總參 以前很多軍區會表態 好像當年六四 支持黨中央 支持習近平 這次的例子就是 看到 每個人都不出聲 當然 沒有人會說他們的貪污腐敗是錯的 但是習近平的上台之後 又開了盤 你知道我想說什麼嗎 下一句 你兩兄弟真是寡頭勝美 但是 究竟對他來說 不要說長 五年 你覺得他成功還是不成功 哇 你的賭局要五年才知道 不是 我希望他不要吃我們 這五年 哈哈哈哈 我覺得如果你說操弄中國式民粹 當然你說那些什麼 炎黃春秋的編輯 南方都市報的前記者 當然會在微博那裡動他 但是你對廣大的大媽農民 這裡佔 我想中國人口 我想起五六億 來說 你不能估計習近平 在這幫人的基礎是相當深厚的 民粹正正就是他要反精英 他不要你南方都市報 南方周末的編輯 炎黃春秋的編輯 不要你識字的人 我就是掃諸那些三四線 那些鄉鎮裡面的農民工 那些大媽 這個才是將來 習近平的政權基礎 事實上他的論述 都是向你剛才所說的 你看他的政治語言 他的意思是 如果他要令到我們的中華復興 或者要反貪腐繼續下去 習近平可以多做幾屆 他現在不敢承認是永續經營的 不是做終身制的 他的意思現在論述就是 政策要延續性 對 政策要延續性 所以我隨時可能要多做一屆兩屆 因為他現在改的制度 你可做可不做 但是他就放寬了以前規限兩屆 即是美國總統一樣 羅斯福當年做了三屆 後來中途就死了 所以後來美國就改了制 變成兩屆 每個總統都要 但是我剛才想說的 將軍參謀長的例子在於 其實他也是打擊了一大片 這班既得利益者 這班既得利益者 有幾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就是能夠集結起來 不是被人逐國擊破 集結起來一夜反撲 這是其中一個關鍵 我覺得這件事情 習近平真的要小心 這個在中國的政治歷史裏面 真的沒有這種集結的力量 我經常都說 南明抗清 你看看 滿洲鐵棋有多少人 30萬 大哥 明朝常備軍都200萬 但是你想想 就算崇禎死了之後 梅山治藝之後 其實南明的軍隊 是遠遠多於滿清 揚州十日 什麼家定三屠的時候 根本上他們自己 是各個軍閥自己打 自己打自己 左梁玉 史柯法又不妥 其實 揚州屠城 就不是滿清軍隊 是南明自己的軍隊 有人說很小聲 是南明自己的軍隊 自己去進攻揚州 其實滿洲軍隊在後面 其實根本是 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看中國歷史 絕對不可能 這班人聯手會堆壞這個集團 因為各自都有各自的益 你想想毛澤東去到全中國陷入動亂 全中國只有一個男兒 就叫林彪 唯一敢造反的 就是林彪 你想想 周恩來鄧小平的兒子跳扭 然後周恩來癌症不給醫 都沒有反撲 全部被江青玩到殘 劉少奇死的時候 頭髮長到落腰 全身都是倉 誰反撲 這麼多解放軍將領 跟他們什麼淮海戰役 劉鄧大軍 誰敢反撲 所以我就說 他有一個列寧式的組織機器 在那裡 當他一佔據黨總書記的位置 他實際上可以通過這個機器 控制著下面的人不敢反撲 然後逐個擊破 你想想周永康 坦白說權傾朝在胡錦濤那代 但是他倒台的速度之高 快 跟徐才厚 倒台的速度是差不多的 你想想 如果在這麼大的軍頭 老江年代一路坐總後勤 還有郭伯鴻 兩傢俠 你想想想 所有軍備採購都是他 所以我說 習近平想當只有一個方法 要靠台灣人 對外戰爭失敗 只有一個可能 所以我就說 其中一個我的論點就是 勇一點 中iem 打日本装 差不多時候就是到笑 說 eyes 修復南海 又和台灣 統一中國 又和印尼及馬來亞 和南沙死亡計時 那些人突然是 招土政策的 stoicism 你是呢 latte 我就中共的 断 how 修憲的問題 我完全是擁護韓 還有我們要變身民族主義者 不僅要拿回釣魚台 還要拿回黑客子島 跟俄羅斯開拖 還要拿回南沙被越南 那些傢伙霸佔了那些島 特別是越南 現在走到尾路線 惹惹對著反華反中 還有津巴布韋 千萬不要罵津巴布韋 還有菲律賓那個什麼島 津巴布韋就不關南沙的事 而是津巴布韋的外長竟然說 他們的避孕套是來自中國的尺寸不對 They are so small 大哥 千萬不要罵他 要派這個遠征軍 這個戰狼由吳京率領這個遠征軍 遠征津巴布韋 說國恥啊 想想 習帝清帝發表這樣的新聞 說中國人的尺寸不行 擺明是別有用心 後面可能就是 Donald Trump 尺寸和能力就是兩枚子的事 兩枚子的事 你有性格的事 你傷害到他了 你沒有說這種事 我沒有 我只是聽人家說而已 開了華題就不要答爹 誰答爹就誰死了 我幫他Defend一下而已 我的Defend很簡單 津巴布韋外長針對避孕套的尺寸 又不是針對中國人的尺寸 你只要說我都是用美國牌子的 就行 或者香港好像用什麼 江本 日本牌子 我已經不講修憲了 講了這麼久 今天講一件直接跟我有關的 一定要在開始節目的時候講 就是今天法官陳慶偉頒下這個判詞 就是關於有關曾蔭權 觸犯防軌條例的 這個縱費的問題 法官這個判詞 其實是相當震撼人心的 為什麼呢 就是他判曾蔭權要付500萬的縱費 三分之一 刑事案裏面 首先我想說 刑事案裏面要付重費 這個是相當少見的 理由就是因為他不認罪不合作 我想問法官是不是所有刑事檢控裏面 如果那個犯人 一不合作就要付重費呢 這個我覺得是值得討論的 就是說你也會有機會 刑事檢控 我沒事的 民怨的今天好像也在審 沒有人找他拿重費 不文怨 不文怨也會答辯 也會不認罪 其實是很嚴重的 這個原則一定也立法 這個原則一定下來 最高法院這個原則一定下來 所以我一定要上訴就是這樣 定下來的話 是不是所有刑事檢控裏面 只要你 大陸一樣 認罪態度良好 跟認罪態度惡劣 意識是一樣的 坦白重寬抗拒從嚴 老心說 我由出生到現在 我所理解的法律 我理解法律就是 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裡面就是 即使我犯罪 我也還可以有法律 透過一個法律 去防守自己的 而且你是無罪推斷的 無罪推斷的 你是清白的 就算我有罪 我退一萬步 我真的有罪 我還可以用法律的機制去打掉他 那好吧 如果你現在用這樣的 陳慶偉 陳慶偉這個法官 你說 因為你不認罪 令到這件事要搬上法庭的話 這個意識很糟糕 就是認罪態度惡劣 在我們以前的概念裏面 這件事只會出現在民事訴訟 很少在刑事 為什麼呢 就是我要你陪堂費 因為大哥 你告我 你花了我的時間 我要辯解 但是刑事的檢控裏面 多數是政府檢控你的 因為你代表 全體人民認為我這件事 毫無懷疑地覺得我有罪 那就是你告我 但問題就是 我有防守自己的權利 你要毫無懷疑地 相信我有做過這件事 無論上訴也好 在完審庭也好 那你又可以拿回重費 而且還有一件事 刑事呢 刑事呢 通常是政府 告你的嘛 刑事就有 只有政府可以告你 那個平衡已經很不同了 你是執法機構 你是執法機構 我是一個小市民 你就有很多錢的嘛 假設你是有很多錢 代表全體民眾認為我 犯了刑事罪行 很簡單 就像梁國雄這件事 梁國雄這次 已經是第二次被律政司搞的了 上一次 你記不記得 就是黎智英捐款 然後這次就說 他搶馬兆祥 那份文件 就是藐視立法會 觸犯了特權法案 原來根本的官就說 這個是不適用於立法會議員的嘛 那你們控方利用公帑亂來 長毛肯定是跟你死打的 你想想這個道理是很講不通的 如果這樣的道理正確的話 長毛應該問律政司拿錢 當然啦 我贏了嘛 他已經是第二件了 根本擺明沒有案子 都照樣去搞他嘛 現在是 長毛已經是第二件事了 你這幫傢伙不出聲 然後這次到曾蔭團重廢 好了大家貪爭貪爭叫了這麼多年 現在 大家都承認了他是有問題的 好了 現在官判客 承認了一個這樣的判詞下來 原來刑事案裡面 當你認罪態度不良好的話 就要給重廢 大哥我第一次聽 但是他的重點 細良你也說一下 就是 他現在的指控就說他要請公關公司 企圖去影響陪審員 這個是他整個判詞的很重要的重點 這是另一個荒謬點 但是我想說回第一個荒謬點 好 你說完第一個 為什麼這麼荒謬呢 這麼荒謬的地方就是 喂 我就算是我有機會打輸 我的意思無論如何 一個官司有機會打贏 有機會打輸 OK 兩人都有機會 但是我覺得我有個案子 我就打下去了 對呀 我打下去的時候 我打輸了 然後你要我 陪這個堂肺的時候 喂 那你叫我不要打 叫你認罪 要我立刻認罪 因為如果你現在 訂立了一個刑事案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判堂肺的話 你就令到很多人說 那我寧願不打了 因為我打輸了很嚴重的 三分一都五百萬 沒計算他真的用了律師費 所以我說這個是匪夷所思的 因為在我們的角度 一個法治的精神就是 我們作為被告人 我們有一個權力去抗辯 是啊 我們都可以保持爭默 我也是舉證站在你那裡 你認為我有罪嗎 還有你要證明給法官或者陪審員聽 就是我是毫無疑點 毫無懷疑地 我是有做過這件事的嘛 證供你提供 沒理由反過來 還有有疑點的利益都是歸於被告嘛 沒錯 所以這個就是無罪推斷 民視是你告我 我玩你嘛 我玩你嘛 所以就罰我 如果我輸 對了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贏 你告我 如果你輸就罰我嘛 我玩東西嘛 但是民視就是大家 人民與人民之間 你記不記得 就是謝偉俊告 鄭京漢誹謗 然後輸了 然後輸了之後 還會輸到很糟糕 就是這樣 千幾二千萬 是啊 就是輸給律師費 這是民視的 第二樣 說回你剛才那一點 那個官的判詞裏面 都跟我有關的 他就說 因為曾蔭權聘請了公關公司 而公關公司安排了大量的名人去旁聽 而影響到陪審團 所以呢 他覺得這個就等於黑衣人進去威嚇陪審員 是一樣的效果 黑衣人在這裡全部穿黑衣 首先 表示這個法治已死的意思 首先 如果是這麼嚴重 我不知道我的影響力這麼大 當然他名稱的就是陶傑 沒有名稱我的名字 我想我就是那個旁聽裡面影響力最少的 小肚子 對 陶傑影響力最大 好了 我就想問一下 這件事 跟重費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的 如果不是的 如果你說得這麼嚴重 我就會要求陳慶偉法官 為什麼當庭你不驅逐我 陶傑 何俊仁 李永達 張榮光出庭 如果你覺得影響這麼大 他現在聲稱 他現在聲稱什麼呢 他現在聲稱 因為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那時候是不知道有公關公司在背後 現在說公關公司 第一個點 他認為這個背後有公關公司安排 只要名人出席 在唐聽席裡面坐在那裡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就已經影響了陪審團 公關公司當然死亡一重罪 好了 去reinforce他這個觀點 就認為你是orchestra出來的 即是你策劃和安排 他的意思就是 試圖影響法治制度 因為透過影響陪審團的判決 因為你不可以傳召一些 因為他不自己作辯 不傳召證人 所以不可以傳召一些 在庭上證明他品格的人 不過他就用這個方法去影響陪審團 官員也這麼說 這個方法也有話說話 問題就是這樣 如果這個方法是這麼有效 而令到他脫罪的話 當日你不解散陪審團 陶傑一出現 他已經DQ了那個阿伯 跟他拍照那個 實際上如果你覺得這麼嚴重的話 你應該解散陪審團重申 他的說法就是這樣 然後禁止所有人旁聽 他的說法就是 如果不出現陶傑 控方投訴他跟那個阿伯拍照的話 他也不知道 今天的說法是這樣 陶傑也解釋過 他根本就不認識那個阿伯 那個阿伯走過去 那阿伯認識他就不認識 在香格里拉酒店附近 走過去跟他拍照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會有人跟蹤陶傑 就知道這件事 然後將這件事報告給法庭聽 這個就是律政司的人 他不是在法庭外面的 原來在香港是李拉的 已經去到近香格里拉那裡 離開最高法庭 當然不是在法庭裡面 反而在法庭裡面拍照 反而沒有問題 梁天琦那件事 何君堯也拍照 到現在 說交給警方 我想問問 你說多荒謬 公然在法庭裡面拍照 威嚇陪審團是沒有事 是不需要抄下他的身份 因為說無心 然後這個法官 無經調查就說 相信他是無心之殺 這個內地遊客 這樣威嚇陪審團就可以 在這個梁天琦的旺角暴動案裡面 然後陶傑去支持自己認識的朋友 坦白說他跟曾蔭權 也都相識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由財政司長的年代已經認識 好了 我就不明白了 首先如果你影響這麼大的話 你應該首先解散陪審團 最少你都要驅逐他 好了 不知道 時候才知道 好了 你就要這樣來判重費 那兩者的關係在哪裡 其實我想說 他跟重費有什麼關係 你DQ那個阿叔不讓他做陪審團 那一刻 你發覺他就說 陶傑是由公關公司帶進來 當時是 坐在他的親朋的位置 接著他去香港理拉 跟那個阿叔拍了一張照 其實那一刻你應該解散陪審團 重新再去找 而不是現在事後才再來問責 那點就是這裡 如果你所說的邏輯全部成立 我先當那些全部合理 假設而已 假設合理 那你是不是應該之前做呢 所以說這次這個是 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的 這個姓陳的法官 我真的用一個共識 我已經覺得匪夷所思 這幾個邏輯都有問題 第一個邏輯 就是明人原來是不可以 去聽審 因為會影響陪審團 會影響陪審團 你真的要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 原來名人 坐在受被告者的旁邊 這些席位 就會產生這種效果 就是說 以後你們作為名人 就不要去法庭 不是的 我就已經想著 如果當律政司起訴689UGL案 我就會召集所有的名人 一起坐在那裡聽審 是令到最終 就算689脫罪也好 都要給仲廢 第二個 這個就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你那些名人 之前要很清楚表態呢 究竟他是支持梁振英 還是不支持梁振英 那你去之前 就發表聲明支持梁振英 不如 在庭外面 跟記者說 我現在來支持他都可以 但是有哪條法例 是禁止名人去聽審的呢 第二個 我就算好像阿土所說 我不去爭執這個點 第二個點 你怎樣去證明 這一班的名人 會對這個陪審員構成影響 這個cost and effect 第三 第三 你這件事 怎樣構成縱廢你的裁決 要有一段這樣的說明 關什麼事 關什麼事 你現在 不是 還有第四 先說完 第四就是 你要證明 他真的有拼請公關公司 公關公司 公關公司真的有 安排了黃仁龍 打電話叫了陶傑 邱克勤叫了劉細良 叫了張文光 叫了張文光 撐場 我就算 坦白說 郭炳光上庭 一樣有公關公司在門口 幫他打電話 不過是公司的公關而已 是不是 就算我相信很多的案件裡面 名人也好 或者是上市公司也好 或者是財團也好 都會安排這些人去 第一招呼法庭記者 因為包圍那些事主 會 然後幫他開通道 然後發生文稿等等 所以聘請公關 這個是普通行 我想知道 跟他安排什麼人去旁聽 未必有必然關係 就算曾蔭權有聘請公關也好 究竟聘請了公關 但是 是不是等於 他安排一班 黑幫分子去兇陪審員 這兩者沒有關係 第二 就算那些人去 我覺得 官員最惡劣的地方 這個判詞是什麼 其實他是在污衊我們 就是說去的人 是受公關公司所託而去的 他現在的暗示就是這樣 他暗示了就是利益 所以你既然這麼多錢 你就給重費 我唯一想到 他之間的 causal relationship 就是這樣 但是你要證明 你們是公關公司叫他 才可以 是不是 或者給你錢 所以說他中間 這個法官我都說 何俊仁就是一個證明 何俊仁就是絕對 跟這件事沒有關係 我先問問何俊仁 你問一下肥仔達 我問問他 可能是曾蔭權叫他去都不出奇 如果我是 我是曾蔭權 都不會叫公關公司幫我找 我直接打給你 喂 撐一下我的場 我想說 法庭是不是講證據 我理解法庭講證據 剛剛我們所說的 喂 法官 你猜的 全部都是我們猜的 我想問一下 如果真的有這麼厲害的公關公司 我也想請他 可以找到胡蘇貞 找到黃仁龍 找到陶傑 再加上這個 其實第一次審 余若薇也有去過 我記得 公民黨 民主黨 還有民建聯 這間公關公司 我覺得 簡直可以做特首 沒有 就算我們說 喂 就算有公關公司 公關公司的老闆 可不可以是曾蔭權的老友 幫忙 幫忙 可以嗎 你有太多太多疑點 法庭來的 法庭來的 法庭不可以憑自己的老海 相信什麼 就去判 那五百萬 他要負責五百萬重費 我們又說了 就算是如此 就算是如此 那跟他賠重費 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係 我唯一想到的就是 你這麼多錢請公關 動員到這麼多名人 去影響陪審團 你好有米 你認罪態度又惡劣 接著又洗橫手 我的意思 我所理解 全部跟那五百萬 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我當他剛才說的 全部都成立 就是關於那些 如何影響陪審員 特地找陶傑過去 公關公司你又給了錢 我當這些事實 都是沒有問題的 你應該不是在 這單 賠五百萬的重費 問題上說 你應該在上一 就是陪審員 你引導陪審團的時候 應該說 或者是引導陪審員 他已經有判決的時候 爆這件事出來 對呀 你這次的判詞 說一件生氣的事 就不是跟那個姓楊的法官說 一模一樣 那些叫做 有一股歪風 那股歪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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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一個很壞的先例 但是我們說這些 就不是為了曾蔭權而說 而是你整件事是荒誕絕倫 我是為曾蔭權而說 因為我真的支持他 你現在假設我是收取公關公司利益 去支持他 這個對我來說是誹謗和污衊 真的 包括對黃仁龍 包括對胡蘇貞 都是一個污衊 但是你可不可以證明 你是沒有公關公司找你去的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去 我不是隔離 我只是這樣問 當然不是 我認識也是同事 在他下面工作這麼多年 不過我會打電話去問 究竟哪一個時間 即是課堂是什麼時候審 去檢查一些實際的事情 我一定要打電話去問 然後我就會說到時候到後 我就會出席 說完了 就是這樣 如果你要證明 你的官是否要先調查 你才可以作出判詞裡這樣說 我不是說 這次匪夷所思 他就是為了被污衊 為真蔭權 我覺得這件事 對我們平民百姓最大的 concern 就是 原來我 defense自己 你作為官告我 我 defense自己 是會令到我翌日 可能傾家蕩產的 這件事 就非常惡劣了 我不單止被判有罪 可能要入獄 還沒有錢 還要人敢謀殺 還要人敢謀殺 即是說你這傢伙這麼骯髒 這樣去影響陪審團 因為不可以在庭上 傳召證人 證明你自己的清白 如果你是這樣的 logic 我們所謂的制度 現在我這個官所判的判詞 將我們整個信奉的制度 無罪推定 可以找人來求情 變得很嚴重 你破壞了 如果我越多 我當不是出席 當你寫求情信 我如果不是公民抗命那些 找你寫求情信 都會有很多人說片飛過來 很多名人都可以 這樣又有問題 那又有什麼問題 如果我是委託一個公關公司 幫我聯絡這些人 我認識的人 幫我打點一切 那些人是我認識的朋友 然後他去聯絡這些人寫求情信 那是不是又是干擾了法庭的審訊呢 所以他的精神 根本就是大公關公司 有沒有聘用公關公司 是沒有關係的 另外一個可能性 除非你證明經過調查 證明到這幫人出席 是收錢的 據碼費的 是收錢的 這個就是刑事 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 你可以動作怎樣 你知道我們的辯方律師也好 控方也好 會選賠審員 你記得我們看那套 The American Crime O.J. Simpson那套戲 我們好像說過 在這裏 當時的人 就是很小心翼翼挑選那幫人 當然 給你一個質疑 叫你填 所有大狀上庭 都會有這個策略 如果我們用他這個方法 即是我們刻意安排公關公司 所以試圖影響陪審員 我們選擇陪審員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也有偏頗的 就像O.J. Simpson那樣 他是黑人 他就不專門選擇你的白人 很簡單 每個人都知道 如果是性 crime 盡量不要選擇女人 這是所有律師大狀 打刑事 也是 他下面的師爺 每個人都認識 坦白說 你現在當法庭是一個innocent 是存在一個外星的環境嗎 難道是 不是這樣說 公辨雙方都會用盡方法 包括控方會 刻意洩漏某一些給記者 然後 對自己有利的方式 其實都會有的 但現在官說到 他們是一個白雪公主 總之你請公關公司就不對 就算公關公司 去打電話 去arrange也好 或者邀請他們出席也好 我想問一下有什麼問題 我想這個真的要清楚 我想問一下 那些人是曾蔭權的朋友 他自願去撐牆 只要不牽涉到收績利益的問題 所以他突然變得很阻 在我的角度 是的 曾蔭貴爾文貧 是的 因為我們如果是基層市民 很難找到黎世良 幫我寫一封求情信 很難找到你來撐牆 那你有錢人就大了 許氏仁 許氏仁 那時候也沒有 許氏仁誰去撐牠 誰敢去撐牠 是不是 這樣就麻煩了 如果是因為這樣的意識來講 因為為什麼 我們是講法律的 香港 你是法官 究竟這一種行為 是不是犯法 現在不是說法律 不是說他左到雲 就是他有階級性 這樣就麻煩了 我們的意思 這樣就麻煩了 即是在挑戰整個資本主義的法治制度 這個就是人民法庭 是屬於社會主義的人民法庭 不是屬於資本主義下面的資產階級法權 平時我們可以批判 我們說這個資本主義的法治制度 是有不公道的 左膠吹水 是的 我們平時說一下 你不能在法庭的時候 像法官這樣說 即是你有錢的時候 就有好處 我們作為文化批判 那是政治批判 OK 但是你是法官 你沒理由拿到我們的話語 我們那時候讀書 連美國式的民主我都可以批判 沒錯 明白嗎 什麼制度你都可以批判 但是你現在法庭 如果不按法律辦事 我就很害怕 剛才細琳提出一點 我想你現在要提出 你要首先告訴我們 這個曾蔭權請 就算他有公關公司 請了一大堆人 來支持他 然後證明他 很有勞 很有水 那又如何呢 跟你說五百萬 證明很有勞 很有水 是沒有說出來的 是一個官自己的association 這個是我們聯想的 是唯一的關係 我就是想不到關係 然後如果這個是一個關係 這個就是左膠 就是左膠 你有錢 給得起錢就罰你 不是 法律不是這樣看的 沒錯 我有錢是我的事 你現在究竟 我應不應該付糖費 是純粹從法律觀點 沒有從我財政觀點 所以我後來想到他 我看穿他這件事 就是他這件事 其實是借法庭來抹黑針 肯定是 即將他踢完一腳之後 再推牆 再一盆水倒進去 他這件事 策略上 我初時看的時候 嘩 這麼糟糕 如果你去聽過你就知道 我經常都說 剛才《蘋果日報》記者問我的反應 我說我聽審的時候 我的印象 我覺得官和控方是 做了控方那份 是做了控方那份 跟姓楊哥一樣 所以我就說 他根本上就是什麼 不服氣 不服氣是什麼呢 蔡英拳掉了 他根本就覺得 應該釘死他的 然後之後就用盡方法 去告訴公眾 這條人是混蛋 就是這樣 我覺得是 你說你怎樣做不要緊 你只要合乎所謂的 法律的要求 你作為一個法官 所以我就會 真的想寫信 我自己真的 很認真想過 我會寫信給馬道立 去要求 首席大法官 去清晰這件事 是否有名人 是不可以聽審的 其實是麻煩的 如果是 麻煩你放一個名單出來 哪一個層級的名人 是不應該去聽審的 周潤發行不行 如果周潤發去聽審 一樣應該去陪審團 對 他是大眾偶像 劉德華是不是不可以聽審 不行了 一定不行 劉德華不行 劉細良行不行 劉細良跟劉德華差100級 那我就可以 那我可以的話 徐少驊又行不行 我不行 不是我可以 我沒有問題 我完全沒有問題 如果徐少驊又行 我又不行 那會不會引起我們之間的矛盾 又會 為什麼他行不行 我又不行 年氣不夠大 我覺得基本上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這些刑事官司裡面 誰輸誰贏 是不是應該就更快的問題 會繼續糾纏 我真的聽都沒聽過 我背後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重點 我也同意阿桃這個說法 其實除了這個判詞本身 有這麼多荒謬絕倫之外 荒謬絕倫之外 我覺得連判堂廢 我已經打過很大的問題 不是那個官司 而是律政司 claim堂廢 這個move 這一下子已經有問題 即是以後所有刑事 你不跟律政司合作 我就問你拿狀態 後果就是這樣 這是什麼法律精神 不要理會那個傻傻 叫什麼 陳慶偉的reasoning 那些reasoning 我們就已經拼了 但問題就是 刑事官司 你來告我 我去抗辯 天公地道 天經地義 我要抗辯 我只是坦白從寬 那不就是要求大家認罪 現在就是大陸認罪 就是認罪態度良不良好 什麼從嚴 抗拒從嚴 這個就是很荒誕 很荒誕 很荒誕 表者你厲害的說法 今天有兩宗新聞 好像是藍原不切 但其實有荒誕程度 可以拉在一起說 就是這個保安局局長 就說警察警方設置路障 不是設置人肉路障 人肉路障 拉車來撞車 不關他事 就請你找問房局來回答 不如我們下一節再說 下一節再說 這麼荒誕 是啊 這麼荒誕 我以為上一節的官 審了梁天琦 那個官已經荒誕了 拍完照 想被人看到 用微信傳照 然後由辯方的律師 向法庭投訴 然後撿達利 就走了 叫他刪除 也說下一次 那就完結了 他不斷入手 好了 先休息一會 人民超市推出3月優惠黃金組合 3月1日至15日 人民超市會員或即時登記成為會員 買罐裝可口可樂 每罐只是1元 每人每日限買3罐 行河咖哩屋 還推出全新升級產品 野味的黃金咖哩雞 每合500克 只賣28元 加熱即食行河咖哩屋 升級咖哩 何時想加菜都這麼方便 其他激底推介 包括 美潮傳統風味韓油肋骨 500克裝 原價160元 現在只賣98元 挪威煙三文魚 500克都是98元 紐西蘭雪魚柳 440克 36元 法國紅雞排腸仔 10條 只賣8元 更多精選優惠 記住親臨人民超市 荔枝角D2店選購 除了買滿300元 即送海底撈火鍋現金券100元 還有神秘驚喜給大家